这是一座山踏入高原的彩门 这是一片秀丽而神秘的热土 这是一座被山水与民俗浸润的魅力小城 五彩金帆中的高原明珠 鹿曲 鹿曲在雄浑苍茫的原野上 以深厚的佛教文化 秀丽的自然山水 古朴的民风民俗 即生态风光 宗教文化 民俗遗迹 自然资源于一身 构成德河苍朗墓 嘎海 则叉三个旅游景点为主的 草原生态游 宗教文化游 藏情体验游 仿古懒胜游 秘境探奇游 休闲度假游 和桃河激情漂流等 众多亮丽风景 景点景色迥异 随着春夏秋冬 阴晴雨雪却又千姿百态 变并变幻无穷 又以独具特色的高原民俗风情 亘古未变的高原民间文化艺术 以及集中体现 藏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 藏传佛教文化为主 使这片古老的草原 显得千姿百态 更加美丽圣洁 五彩精凡 用色彩诠释着它的神秘 凡七名其境目睹者 无不叹为观止 流连忘返 陶醉其中 狼牧寺 古称南藩中心 素有东方小瑞士 甘南香巴拉之美誉 又有神奇德河苍狼牧 自显天然石洞 即德河苍狼牧赛赤寺院 而匪生中脉 它位于甘 青 川 三省交接处 海拔3480米 占地面积55公顷 是兰州到九寨沟旅游的 必经之地 低处大九寨黄金旅游热线 朗牧寺镇 是以地名和寺名 合二为一命名的 仅就其而言 也很有特色 那一排排的藏族民居 踏板房 也是朗牧寺风景区的一大亮点 那井干式的造型 别具特色 而具有特殊情节的 丽莎咖啡屋 也已经成为外国游客心中的 一个温暖的家 一个高原上的旅游坐标 一个知名的旅游品牌 不论在村镇相间 还是在白龙江的发源地 总会遇到成群结队的游客 他们在这里拍照 登山 玩水 度假休闲 与当地牧民群众融洽相处 朗牧寺塞赤赤寺院 藏语全称 嘎丹雪珠 万嘎尔卓维朗 译为 都帅论修白莲解脱周 是西藏折蹦寺的子寺之一 属藏传佛教 格鲁派著名寺院 塞赤寺院 实建于1748年 清乾隆13年 距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 拥有金堂五座 佛殿27座 佛宫19院 僧舍130余院 此外 还有妈尼经伦坊 佛塔 蒋经坛 汴经院等建筑 规模宏伟 朗牧寺自然风光 清幽秀丽 夏季所有开放的花 都在芬芳 沟壳山间泉水 叮咚作响 西边林间鸟鸣 啾啾之声 不绝于耳 仰望苍穹 蓝天如镜 雄鹰高悬 脚下水流丛丛 溪内小于嬉戏 构成一幅绝妙的立体图画 而在轻松郁郁 绿树葱 丛龙中 金顶红墙的寺院群落 比比皆是 那古朴的砖红色 醒目而庄重 整个建筑 庄严微厄 宏伟壮观 雕梁化洞 金碧辉煌 具有鲜明的藏族风格和特点 在整体设计 建筑工艺 艺术风格方面 都表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 这里 一年四季 法府之声相名 罗浩之音相应 桑烟缭绕 佛灯闪烁 始终笼罩着浓浓的宗教氛围 身披红色袈裟的僧众 或若有所思地 在寺院周边游走 或双手合十 向佛求起 或有规律地晃动着金筒 与络绎不绝 前来朝圣的人群 构成别有一番风味的景致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 藏传佛教文化的宽容 谦让 感受在这块充满神秘色彩的地狱上 守望信仰的灵魂 那是最醒目的红色 那是最坚定的信仰 白色 用洁白的色彩 送说生命最震撼的记忆 则畅 是我国少有的 集森林 草原 石林为一体的 综合性自然生态风景区 景区全长22公里 面积两万多公顷 步入景区 沿途都是繁星点点的白色玛尼石堆 与树座昼夜不停的水拽玛尼金筒小房 而矗立在森林中的白色石峰 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明暗变化 仿佛都活了起来 整个群风争奇斗艺 千丝百菜 甚至可以说是千奇百怪 有那高僧拜佛的前程 有那门虎登山的威武 有那藏傲守门的险峻 也有那神仙洞的清凉 更有那一线天的高峻 那些形形色色的石峰 唯妙唯笑 让人怒不暇接 美不胜收 碧莉千人 刀皮拂肖般的则刹施林 以其鬼斧神功的奇特造型 和森林茂密的秀丽景色 以及流传千古的神奇故事 开创了高原独特的石林景观 白色巨石山峰 奇妙的形态 与千年松百 清澈山溅泉水 浑然一体 犹如一幅神秘的山水画卷 令人不惊地感叹 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大自然 用鬼斧神功的手法 留给每个游客 生命中震撼的记忆 蓝色 用天空的色彩 给予生命最宽宏的视野 烟波浩渺 碧波连天的嘎海湖 像是一颗翡翠玉盘 镶嵌在高山草原之间 当地牧民群众称其为乐家秀牧 湖海拔3480米 水域面积近2600余公顷 水最深处约5米 是甘南草原第一大淡水湖 湖水周边区域 是青藏高原东部的 被称为地球之圣的大片湿地 沉睡在高原的塔 美得像一个梦境 一个幻想 充满了宁静 充满了圣洁 充满了亘古不变的生命源泉 哪怕只是在湖边小坐片刻 也会被这眼前的美 感动得喘不过气来 夏季湖水上方湛蓝的天空 碧空如洗 苍求无影 雾时飘着朵朵雪白的云彩 而湖水清澈见底 四周鸟声鼎沸 充满生机 此刻蓝天 白云 碧水 绿草 白鸟 焦香灰映 如诗如画 使人飘飘欲仙 仰望水天一色的湖泊 那高原湖泊特有的一米昏光 是一种贯穿骨骼的灵魂的美 那白鸟展翅的瞬息 是一种闪烁着圣彩神光的美 那宽广无垠的视野 是生命最遥远的跋涉 绿色 用舒适的色彩 慰藉心灵最圣洁的天堂 录取 到处都可以看见 山水相连 天地一色的迷人景象 而那最舒适的绿色便是主调 河风拂面 草样绿波 花扑大地的夷人季节 铺天盖地的绿 让人心旷神怡 陶醉其中 久久无法自拔 草原上牧草丰美 到处都有花朵开放 红的 黄的 紫的 所有颜色的花都在开放 浓的 淡的 香的 所有开放的花都在流香 静香怒放 真想落下一片花雨 数不清的牛羊 像云朵一样 在草原的暖流中浮动 草原的主人牧民们 骑着追风逐日的骏马 配着造岛 挥舞 墓边在驰骑 好像燕子在草地上飞翔 令人神迷目眩在这片绿的海洋上 随备 是净化 进化心灵的港湾 黄色 有关于海洋上飞翔 都在这片绿的地上飞翔 有些人牧民俗 都在买 都在这片绿上飞翔 都在这片绿上飞翔 都在飞翔 都在这片绿上飞翔 都在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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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造就了录取悠久独特的民俗文化 这里有神奇悠久的格萨尔王传说 有演艺水平高超的藏戏南木特 有凸显草原汉子粗狂豪放性格的赛马节 有展现草原牧民再歌再舞的盛会香浪节 每一项内容都记录在岁月泛黄的土地上 留下历史最漫长的写照 如今伴随着国内外无数民族学家 民俗学家 社会学家 文化人类学家 及作家 画家们乐此不疲的调查与考察研究 越来越多的民俗文化走向世界 创造辉煌 录取 奇山丽水在这里孕育 江河湖泊在这里发源 大自然的杰作都在这里汇聚 这里是青藏高原上的一处决尘境域 这里是一座天然的绿色基因库 这里更是一块充满魅力的旅游圣地 五彩的金帆 常年漂浮在高原的每个角落 为牧区祈福 也为远方的朋友祈福 多情的陆取草原在呼唤 好客的陆取人民在期待 他们用甘甜的清喝美酒 优雅高昂的舞姿 热情淳朴的微笑 真诚的祝福 并欢迎您到这方热土 感悟生命的轮回 享受心灵的净化 来吧 朋友 热情好客的陆取人民 欢迎您到此参观旅游 投资新夜 欢迎您到此参观旅游